今天我要来给我新买的炒锅做一个开锅 这是我上周刚收到的酸甜片手中华炒锅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Vlog1日本海淘包裹开箱 就提到这只锅 那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铁锅的小知识 铁锅分为生铁和熟铁 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铸铁锅它其实是生铁锅 生铁锅的话是用铁水灌注到模具里去形成这个锅 那含碳量会比较高一点 锅底和锅壁会相对要厚 这种锅子呢就很重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说用它来作为炒锅的话 对体力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而且呢就是你要长期使用的话 这分分钟见巧眼对吧 这种锅子还容易生锈 所以要在里面加一个法郎涂层 波胎有它的优点 它就是蓄热能力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介绍说 米其林餐厅它使用这个铸铁锅来炖牛肉 直接端上锅 因为它在上桌之后还依然能够保持这个铁锅的 保持这个牛肉的温热 我刚刚被圆丁的声音打扰了 接下来我同时介绍一下熟铁锅和我这支山田片手锅 熟铁锅的话它是先有了这个铁片 然后再用外力去打造形成这个锅的形状 山田片手锅它的卖点之一呢 就是说它是整一体来打一个铁片来打造的 就是这个锅体和锅饼之间是没有任何结衡的 另外呢就是说它比一般的熟铁锅要更加轻巧 因为熟铁锅嘛它会比生铁要轻巧 你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个铁板打得足够薄对吧 好然后呢它这个我买的是30厘米最常用的家庭尺寸 总重呢不足900克 所以对一个女性单手颠锅来讲的话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买熟铁锅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就是信赖的品牌 它有那个可靠的这个铁片的这个来源 那我听过最夸张的就是用汽油桶来做这个铁片打造这个锅 那可想而知这个锅在加热的时候会释放出多少有毒的化学物质 另外呢就是说你这个锅要做到这么薄这么轻巧 同时又要经久耐用的话 对铁的品质要求非常高 所以就是说我才会说我买一个中式的炒锅 我要用国外的品牌 因为我们在高中知识有学过就是中国的铁矿石的印材量 虽然在全世界是排名靠前的 可是铁矿石的品质是纯度是不太够的 所以说如果纯度不太够的话呢 那这个铸造的我们复习一下铁的性质 它就不太能够铸造出这种这么薄又这么经久耐用 然后就是说韧度这么好的一个锅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锅 清洁的第一步就是洗锅 用一个有粗糙面的清洁海绵 加一点气洁精来擦拭这个锅的锅壁 里面和外面都需要擦 其实开锅的一个步骤 也就是说清洁掉它出产时的涂层 然后呢再给它用我们的食用油填满当中的缝隙 这样的我们的锅才会越来越好用 接一锅水 放到火上烧开 烧开之后呢再重复一次刚才的清洁动作 那洗锅锅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烤锅 烤锅的话呢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要持续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 这个锅饼呢会收热比较高 所以我们要戴一个隔热手套 烤锅的话中小火 然后先烤这一面 再反过来烤锅底 然后呢同时呢你要这样子转着来 我们在烤锅的同时呢还需要把排气上打开 因为会释放出一些比较刺激的气味 这样子对自己的身体不太好 我们在烤锅中小火 那我这个开锅烧锅的部分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只是个体力火 我以为一个小时之内能够完成的火 结果干了两个多快三个小时 那我这边还有一点点没有烧到的地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锅饼这个前面 因为这个灶台它是给平底锅来设置的 所以就烧这种原底锅会比较的麻烦 一般来说呢开锅结束之后呢 就要等它彻底的晾凉之后 用清水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有任何洗洁精了 用清水把它离外洗干净 其实我这个背面还没有完全开到 然后稍微有一点红的是 因为它那个温度比较高导致的 一会温度回归正常以后 它就会变成统一的一个青蓝色 或者说是灰色 这个是铁本来的颜色 一般来说的话开锅完之后清洗之后 我们就给它里外抹一层植物油就可以了 然后日常的保养的话呢 也就是说每一次洗锅 也要等到锅的温度降下来 或者是用热水来洗锅 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的话呢 就不要用洗洁精去洗 也不要用粒物去刮它 然后那个炒菜的铲子呢 也要也不能说太 那个接触锅的面 也不能太锋利 但是这里呢 我就为了让它这个锅 比较有效用 我就在这里直接给它加入猪油 让它用这个油渗透到 这个锅的缝线里面 让它更容易养成一个好锅 我在这里准备了一盘这个猪油 美国的猪油都比较的瘦 因为都吃了瘦肉筋嘛 如果比较介意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使用 买五花肉来做这个炼猪油 但这一次第一次炼的这个猪油 我们是不要的 是要把它倒掉的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刚刚烧开的锅 它有一些毛细孔缝隙 让猪油去填满它的这些缝隙 铁锅第一次炼的猪油 是不需要的 要倒掉的 那这个油呢 是为了填满这个铁锅烧出来的缝隙 三四分钟之后 就可以看到有油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出来的猪油 如果是比较清澈的话 说明这个锅的用材是不错的 它就说明确是不错的 它就好 铁锅烧出来的 已经和它都稍微 正好 分手 它就好 那么一样 然后它是凉 所以它就好 但是它就好 它就好 它就好 那么它就好 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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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锅洗干净,不需要再用洗洁精,只要用水冲干净就行,然后将锅烤干,倒一点点植物油,然后用厨房纸,在锅壁内侧和锅底都要涂上一层油来对这个锅进行养护。 这样我们开锅基本就完成了。 我们来煎个鸡蛋,验证一下开锅的成果,已经比较不太粘锅了,之后会越用越好用越用越不粘,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再进行同样的验证,那今天的开锅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